你為什麼來布拉格 不知道 今天他是一個經歷了感情創傷的人 對於情感他是有恐懼的 或者是有一些不敢確信的東西 導演給你一個這樣重的角色 首先很高興 但是同時也會有壓力 王一坤是我最早定的一個演員 我覺得他就是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人有時候 你會傾向於找跟你自己的審美 趣味比較相同的那種人 他的性格是比較往裡收的那種性格 但是其實熟起來以後 他也可以玩得很瘋狂 看這邊苦 看這邊下跪了 他有裝褲 他有裝褲 他可以帶動到我 他的情緒可以讓我更容易入戲 那跑什麼呀 我吃了你 看他演戲 我覺得他一遍會比一遍更好 我就想很想很想拍一個 純粹是關於愛的一個電影 很多事情都是關於一個人成長 當一個人面臨著這種痛苦狀態的時候 他反而會變得勇敢 謝謝你 謝謝你 自從我來到布拉格以後 我才知道自己 成了還沒這麼開心 可以 discern AND 我的口感 是 明年 我們一直在說